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三国英雄的荣光 听说准备开服了 现在也进入了第三阶段测试公告 12月9号 去年12月9号就开始了 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回味一下 三国荣光 三国英雄的荣光这个游戏 玩起来究竟怎么样 以及跟我们在一测做拍影片的时候 玩起来有没有差很多呢 好 那在三测期间除值的话 基本上它是100%返利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课金 而且是有一定预算想课的人呢 欢迎在这个测试时间课金 返利拿起来会非常的爽 好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带大家进来看一下 现在的三国英雄荣光 跟当初有没有差很多吧 那如果想要找代除的话呢 欢迎参考片尾广告 片尾广告 多少加减看一下嘛 毕竟总是给你提供一个除值的管道 至于你觉得需不需要 有没有特别的需求 那就是看你自己啦 好 咱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之后呢会出 有关于一些新手入坑的攻略 那也欢迎大家做参考 那现在我们主要是来带大家看一下 我发现比较明显的一些变化 首先呢他的整体玩法 一样跟我们当初看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玩法上跟破局极度类似 那当然有很多地方都是很不一样的 尤其他现在每天的两点跟十点 可以领 我们的国事奖励 大家也看到这个觉醒魂魄 这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先领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英雄的部分 我现在是玩第四天 那第四天我的觉醒神马超了 那我们之后会分析说 四大初始将 马超 甘宁 张辽跟蔡文基 加上他们的搭配组合宿命角 关羽 郭家 袁绍 孙坚 这个组合 怎么样玩会比较适合 无客新手入门 好 那当然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看觉醒的部分 觉醒可以说是 三国荣光里面改变最大的一个系统 之前呢是用元宝买 降魂来觉醒 是跟破局比较类似的 那现在变成说 他每天会固定送你一些降魂 让你用降魂来觉醒 那基本上 他有很多的技能属性 大家也看到 这些都是技能属性 然后只要觉醒天赋 点到100%满了 那他就可以觉醒了 我们把G妹先拉掉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还没觉醒的角色 那基本上你只要点一次之后呢 他会随机跑五点 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属性当中 随机分配五点 只要觉醒天赋达100% 那 他就会觉醒 所以说无客有没有可能觉醒很多角色 当然是有可能的 但就是要时间浓 那就这个点来说呢 他比破局佛系很多了 破局是角色错过之后呢 你就只能透过除职的方式来获得 或者是某些神将 你一定要课金才能够拿到 那这个游戏 只要你把角色升到金色以上之后呢 就可以觉醒了 那当然啦 这游戏的阶层分比较多 蓝紫金红彩 分五阶 所以说 除了觉醒之外 星级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能只看觉醒不看星级 毕竟 觉醒跟星级两者是并重的 好那我们先点一点 那技能部分呢 直接参考破局就好了 老实讲啦 我们直接把破局的搬过来这边就差不多了 首先这个闪击是什么 远二发动 我方骑兵 闪电突击击溃敌方主力 对敌方全军造成82.1伤害 若我方英雄武力高于敌方英雄 闪击伤害提升20% 若魅力高于敌方英雄 闪击无视30%防御 好啦这闪击是哪一招 就是我们破局的张疗对那招突袭啦 用那招突袭来做变化的 铁骑就是铁骑 一样把伤害提升 那我们的铁骑吗 铁骑是无视防御吧还是什么的 反正基本上这两招是同样类型的东西 坚毅就跟我们的刚毅是差不多的 不是刚毅啊 那招叫什么 反正初始四招正好对应破局初始四招的定位 两者定位是一摸摸一样样的 所以破局的定位怎么样 这边的技能定位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现在坚定 坚定就是对应什么技能 刚毅啦 坚定才对应刚毅 舍身就是舍身 这连技能都懒得改了 那技能效果也是差不多的 造成伤害之后有积月反击 然后发动舍身之后呢 会损失兵力 自力不低于对手 自身不损失兵力 基本上这技能组完全是一摸摸一样样的 我们就不用多看了 唯一要跟大家稍微提醒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游戏的初始英雄技能真的很少 无可能出奇白嫖的大概就前面这四招 剑雨神威军神跟激励 那游戏的逆战呢 基本上啦 我们直接看 从这边来看好了 离商要靠小乔 小乔是什么 限定池的角色 铁壁要靠吕蒙 限定池的角色 反坚要靠司马懿 限定池的角色 贾许也是限定池 诸葛亮限定池 点尾限定池 服佑 课金技能 龙银 课金技能 逆战 赵云 限定池 也可以课金拿 神机 旁统 限定池 吉焰 周瑜跟陆训 限定池 向阵点尾 限定池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唯一能够拿到的 就12345 这五招 会是比较常见的 英雄技能 不对 不止五招 12345 6789 我们这看拳材比较快 反正就是 12345678 有一招 有一招不能学吗 惊雷奇策 剑语军神 神威激励反坚 碧月也可以 少哪一招 碧月重复了 所以总共就八招出死技能 是无课玩家可以轻松拿到的 好了 介绍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这次主要跟大家先来讲一下 我们正式回坑了 那下一支影片 我们就来稍微跟大家分析一下 初始四大英雄将 哪一支最适合无课 作为主流入手 然后我们再一一分析 那四支英雄将 分别适合 分别的优劣士在哪里 这样讲会比较好一点 好 这支影片就当个前哨战吧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期待之后的攻略 请记得一定要时时关注 冷月游戏 这样最新的资讯 才不会漏接哦 好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来自 想跟我说的话呢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冷月游戏 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 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